大家好 我是小琪 还记得小琪之前的那一盆檀花吗 从春季末尾开始一直持续开花 开到秋季的那一盆 就是现在这一盆 主要是春季回暖了以后 我这一盆盆比较小 现在我给它换了一个大盆 刚刚开始生长 我直接给它换了盆 换到这个大盆里 现在长了老多老多的新叶片 而且现在的新叶片也逐渐的变大变老化了 如果说你养檀花养不好不开花的话 小琪来教你怎么让它去开花 一般我们看着进入立夏了以后 我们要做什么呢 不要去让它长小叶片了 我们去把它放到光照充足的地方去 肥料别给它缺少了 肥料给它选择什么呢 选择零元素含量高 其他元素也不缺湿的 比如我们知道的花多多二号 零含量高保证充足的零元素 才能够让它把枝条叶片快速的变老 老了以后呢 它会从叶片每一个生长点上去长出花苞来 一次开花苞盆 而且开完一次 其他的叶片上逐渐的也变老 接着再能开一次 这样持续不间断的开 才到秋季一点问题都没有 檀花非常的好养 它是仙人长科的植物 我们养它的时候 配土一定要配置透气性好一些土壤 我一般是颗粒土占一半 平常养护放到光照充足的地方去 浇水的原则就是干透以后 过几天再去给它浇水 再去给它补充上公足的零元素 也不要缺少其他的元素 一个月两到三次 无论是灌根还是喷叶片都是可以的 这样我们养的檀花 老的叶片上对然会长出花苞来 这是一个养谈花的小技巧 您学会了 您养谈花就没有问题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如果想看更多的影响视频 别忘了关注一下下期